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借着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来学佛 进而解脱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 假若人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既没有善恶报应,也没有三十因果 没有六道轮回 这样我们不一定要学佛 甚至这一世可以尽情享受 但是宇宙与人生的真相却不是这样 宇宙之间有善恶报应 有三十因果,有六道轮回 善恶报应就是说 我们素世以来因行善或作恶 致使未来世或者作人 或者堕入地狱,恶鬼,畜生 或者出世在天上 只是出世在天上的几率很小 甚至要出世做人几率也很小 所以佛陀说人生难得 难得就是说下一世或未来世 要再做人是很困难的 这样就不是往往都是堕落三恶道吗 确实如此 这就是善恶的因果 行善作恶属因 未来是出生在天上或地狱是果 因为有善恶报应 有因有果 所以就有过去世 现在世以及未来世 这就是善恶报应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的道理 佛法的基础 就是建立在这个道理之上 进而提出超越之道 因为这个道理就是佛法的基础 因此 如果教法不是建立在这个道理之上 就不是佛法 若跟人说法却没有强调这样的道理 就是偏离佛法 因为这是佛教 佛法的基础 是最根本的 因为有六道轮回 而且六道轮回的本质是苦 不是安乐的 所以脱离六道轮回的目的 就是要脱离苦 那脱离六道轮回以后 是什么现象呢 是非常美好 非常殊胜 也就是不再继续轮回六道 不受生老病死的四苦 或者发苦 或是无量的苦 生命是永永远远 健康长寿 这个长寿是超越时间性的永久存在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